欢迎收看7月13日的诗说新闻栏目 我是主持人王若然 疫情以来男家房市热度不减反升 并且已经到了接近疯狂的程度 男家华人聚居的罗兰岗市 今年一间刚刚发生枪击案的凶宅 上市支出就收到了大量的offer 不到20天就成功售出 且最终成交价格比卖家的药价还要高3万元 连凶宅都抢着买 男家房市的热度可见一斑 那么这种疯狂抢房的现象 究竟会持续多久 打算购屋的民众应该观望 还是加入抢房大潮 今天的诗说新闻 我们与您一同探讨 今年2月24日晚间70 50分 洛县警局核套分局的警方 接到求救电话 赶往罗兰岗Villa Clara大街的 一幢独立屋内 警员到达后 发现两名男子倒在屋内 头上有伤均已身亡 而后洛县凶案调查组 也赶往现场调查 有媒体报道 两人死于枪杀 凶手杀人后逃逸 这栋发生命案的凶宅 约1131平方尺 三房两位 据房地产交易平台 激漏数据显示 房屋在凶案发生后的20天 也就是3月12日上市 标价为56万5千元 相比其2016年的出售价格 49万8千元 高出13.5% 房屋上市三天 卖家便接受其中一个买家的offer 房屋交易进入ascrow阶段 并在4月1日完成交易 最终的成交价格为59万5千元 比卖家的最初要价高5.3% 也就是3万元 华人张女士 近期打算趁着房屋贷款利率低 购买一套自住房 因为上述罗兰钢的这套房子 标价比同地区的房子低一些 就与卖家经济联系 表达买房意向 张女士说 卖家经济在双方最初的接触当中 就只愿不会说这是一间凶宅 还说房屋已经收到许多 来自买家的offer 要想有竞争力 出价必须高于卖家的要价 因为是凶宅 在家上必须加价购买 张女士便没有再考虑这间房屋 没想到两周后 房屋就已经完成了交易 而且从时间上判断 买主很可能是现金买房 这让张女士不由的感慨 连一间凶宅都要拿现金加价去抢 男家如今的房市真是太热 去年以来全美的房价飞涨 最近一轮的波动幅度相当惊人 在华人众多的南加州地区 几乎已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连续以两位数的速度上涨 美国房价的领先指标CoreLogic显示 全国年涨幅为13% 为2006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与2020年5月相比 5月房价上涨15.4% CoreLogic经济学者预计 到了2022年的5月 房价将持续上涨3.4% 租屋网realtor.com的数字显示 现在有20%的购物者需要超出原定预算才能买到房子 有10%需要取消所有附带条件才能买到房子 愿意提供全额现金的首购族 比率从正常水平的10%上升到了15% 经济学者George Ritio直呼 这不是正常的市场 房屋价格疯狂上涨 而美国房屋销售却在下降 全国房地产协会最新一份分析报告指出 美国房屋销售已经连续4个月下降 原因之一是市场上代售的房子不多 另一项因素则是高房价 让某些不愿意加入出价竞争的消费者 望之却步 一些正在找房子的消费者 必须与全现金出价的买主较劲 每次看房子都感到倍感压力 因此某些消费者决定干脆先退出市场 等待一阵子再评估有哪些选项 根据CNN的一篇报道 加州居民安德尼根和妻子罗拉安德尼根 希望在南加州购买第一栋房子 预算为50万元以下 但许多房子在他们还没来得及出价时 就被买走了 报道说 安德尼根曾经两度要求进行出价前的房屋检查 结果还遭到了当面的嘲笑 买房过程中五度出价 通通鲨雨而归 安德尼根说 多年存钱想要买房子 但这几个月来 找房子的过程让他意识到 目前只能买到 不再自己喜欢社区的房子 并且房子可能会有质量问题 日后则需要花费许多功夫进行修整 但若想买到真正喜欢的房子 则会超出自己的经济能力范围 他说 最后决定继续租屋 等待房屋市场降温冷却 房贷机构房利美今年六月的购物信心指数显示 只有32%的消费者认为此时是买房子的好时机 比例创下新低记录 价格过高则是让消费者不愿意购物的原因 房利美资深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者邓肯指出 对于打算购买人生第一栋房子的租屋族来说 此时不愿进场购物的原因就是价格太高 房市热络 有能力买屋者疯狂出价 无能力的买屋者则望洋心叹 那么究竟这波房屋火热程度可以维持多久 现在到底是该进场还是观望 我们来听听全美地产经纪人协会讲师吴承远怎么说 目前全美的疫情尚未结束 但由于加州是移民的重镇 那房地产热络的程度是十分的惊人 这里有几个关键 是我们房地产市场的重要指标 第一个就是Employment Rate 它的就业率是不是攀升 Mortgage Rate 它的房贷的利息是不是持续走低 Home Supplies 房源的供应是不是充足 最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疫情的控制是否得宜 虽然会希望趁利息还低 物价全面上涨的时刻之前 把资金投注在保值性高 而且回报率也高的房地产市场 那是目前房地产投资的主流 尽管房屋的盘整期还没有到 但是此时此刻 如果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房贷利息 那对于自助跟投资来说 都是入场的好时机 我认为呢 在疫情没有进一波增温的情况 跟前提之下 那我认为这个热度 应该会持续到今年的年底 根据我们全美房地产 经纪人协会NAR的预估 2021年的30年固定利息房贷 平均大概是3.2% 那目前的房地产市场 仍然是处于一个短缺的情况 那尤其政府又寄出了这么多的 刺激经济的方案 以及援助的资金 所以很多的投资人 其实对于未来的通货膨胀 以及联准会呢 会以加息的方式来作为压制手段 都已经有了相当的预期心理 对于南加州这种凶宅 都需要加价抢的现象 许多人认为这是无法理解的 现在不是好的购房时机 但是也有民众表示 房价短期内很难出现下跌 尤其是南加华人聚居的城市 房价更是坚挺 而且好房源很难找 一旦有机会 该出手时就出手 您有什么特别的购房经历 或者您对南加加价抢凶宅的现象 有何见解 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 以上就是今天世说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